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我看评论里很多朋友对这个花的了解可能还不是太多 所以呢我想拍一个系列 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些各种花的 比如说名称啊习性啊养护啊挑选这些 那今天呢我们先从这个花开始 这个花呢我们一般叫做薄力恒之星 完了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天鹅绒 它还有一个名字 一般我们叫虎眼万年青 为什么叫虎眼万年青呢 因为这个花是百合科虎眼万年青属的植物 所以这一类的花我们一般都叫虎眼万年青 当然还有比如说圣心百合还有雀梅啊 应该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花 所以它们都可以叫做虎眼万年青 但这种呢一般我们叫做薄力恒之星 或者是叫天鹅绒 这个天鹅绒呢是一个求根类的植物 所以呢在保养的时候一般我们保养剂的话 一般用可理线的话用那个百合专用的那种保养剂 就可以啊 这种花的特点呢是花期呢非常非常的长 如果不是太热的情况下啊 我觉得十天以上的花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是一个花店里相对来讲比较高端的花吧 然后呢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花大杆机的挑选啊 大家看一下这杆子啊 这杆子是很挺直的 很绿很挺直的这种杆子 不会不会有弯曲的现象 拿起来很挺直 而且呢比较粗壮 花头要是那个绿色的 这些小毛毛哈都应该要是绿色的 如果存的时间长了也就会搭黄 黄色的就不建议大家买了啊 另外一个就是开放度 开个两朵三朵这样的 或者是没有开的都没问题啊 这种花都可以开的 在养护方面呢 这个花其实是一个花期非常长的花 而且很好养护 它没有叶子 你不用去叶什么的都不用去哈 反正我的建议是 这种花用 用矿泉水 再加上呢 如果是可理鲜的话 用那种百合专用的这种瓶剂 这是两瓶矿泉水啊 大概是1000毫升这样的 用那个桶装水也可以 不是非一定要用瓶装水 两瓶水就一袋这个 百合专用的这个瓶剂 每一枝花 记住是每一枝花啊 斜剪根 马上擦到水里 斜剪根 马上擦到水里 但是前提是花皮一定要洗干净啊 可以用点八头小的月洗干净 这样的话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好了 天漫不要太阳直射啊 而且不要空调直睡 在拆花的时候呢 我觉得啊 这个花最好看的是它 高高直直的看这种感觉 所以我不太喜欢只用花头 我觉得这个杆子也很漂亮 所以在拆花的时候 我觉得尽量把这个 线条的美表现出来啊 可能会更好一点 今天呢我先拍这么多 然后过三天以后 咱们再看一眼它开放的状态 好咱们再看一下它的 水面高度和这个 温度跟湿度啊 水面高度大概是15厘米啊 15厘米 其实10厘米就够了 就差不多了 这干湿度呢是 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啊 湿度大概是60% 好了这个已经过了三天了啊 来咱们大家看一下 这边稍嫩以后这个花的状态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花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你看一般般开放了啊 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处理方法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花呢其实跟百合一样啊 你看它开了以后啊 这个上面是会有这种花蕊的 每一朵花上面都会有花蕊的 六个花瓣就是六个花蕊 咱们录 我们来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